死亡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 陌生是因为无人无法知道 死后世界是什么样子 小时候常常好奇人死后会去哪 影视剧中的地府天堂是否真实存在 当我们长大后又不禁深思 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呢 谈到人死后去哪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在脑中先浮现出来的是天堂和地府 但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人们的猜测 毕竟无人能无限的重生轮回 虽然我们人类都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 但谁都不知道 人死后究竟会经历什么 在人类所处的世界中 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有过宾死体验 他们会想起自己在死亡的那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也有人说自己死亡之后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意识是我们大脑产生的一种反应 说明大脑是意识的载体 人类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会做出反应 而人死后依旧会存在短暂的意识停留 因为虽然心脏停止了跳动 但大脑依旧处于活动的状态 所以在大脑的作用下 人在死亡后的一段时间内 可以感受到周围的失误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 这只是人类在自然死亡过程中 脑内环境紊乱的一种表现 在死亡避尽时 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地质和神经免疫等 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当那时我们的各项感官也会逐渐消失 此时身体非常容易出现代谢紊乱 从而造成幻听幻觉 思维混乱以及胡言乱语的情况 例如有64%的临终者 会看到已故的亲人来接自己 有60%的临终者被闪耀的亮光 刺得睁不开眼 有5%的临终者会向电影般回放 快速地看见浓缩一生的画面 还有27%的临终者 会感到他们的肉体变得很轻 轻到能飘到空中 而且还能任意闪现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甚至有15%的临终者 坚信他们当时被天使抱着 有种前所未有的舒适以及踏实感 其实这种现象不难解释 这只是大脑在极度趋氧的环境下产生的幻觉 但有一些神秘主义者认为 斌思体验可以说明 大脑在停止活动后 意识依旧存在 这说明大脑只是思维着载体 而真正的思维意识基于灵魂而存在 即便是死后 意识也不会消失 难道人死后会变成灵魂吗 灵魂是否真实存在呢 1907年 美国有位叫邓肯麦克德高的科学家 为了验证灵魂存在且能测量 便做了一个疯狂且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 他首先在病床上 设计了一个极度灵敏的秤 这样能随时监测床上物体重量的变化 而后他便去养老院 邀请了6名病死的老人 下面实验正式开始 一位患有肺结核的病人 躺在实验床上 邓肯时刻观察着老人的体重 特别是在死亡瞬间发生的微妙变化 他大概经历了三个痛苦的小时 然后去世 在此期间 科学家记录着患者的体重变化 在患者死亡瞬间 体重厂上的指针猛然一晃 迅速下降了21.26克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于是科学家认为 这就是人类死亡瞬间 灵魂飞出后的重量 同时也是注明灵魂21克的由来 随后科学家邓肯继续进行了他的实验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一次实验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另外五位病人因无法确认具体的死亡时间等原因 所以记录的数据无法作为参考 不过这些病人在失望瞬间 体重都是下降了21克左右 所以科学家最后得出结论 人体灵魂的重量为21克 他在文章中提到 灵魂比空气的质量轻 所以人死后灵魂是会上浮的 而且他还能隐约地感受到 人的灵魂在肉体死后 会在体内是上方盘旋一会儿 但这一说法无法证实 他的文章发表后 一度被纽约18大肆宣传 然而在2017年某网站上 横空出示了一篇科普文章 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有趣的反击 据文章显示 即使人死后存在灵魂 那他与我们想象中的灵魂不同 虽然他可能有胳膊有腿 但由于灵魂是非物质的 他的脚不会与地面产生摩擦 也就无法行走 身体也缺少能反射光线的原子 所以才不会被任何人看到 再加上鬼魂不是由原子构成 也没有密度和惯性 等活人才具备的物理特性 自然无法操纵物体 甚至连声音都无法发出 但这些想法都只是推测 还未得到权威的科学证实 人死后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徘徊吗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 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波兰曾刊登过这样一个报道 一位画家在出门准备工作时 不幸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这场车祸导致他的心脏 骤停了足足15分钟 十几分钟后 他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但诡异的事才刚开始 画家的性格大变 时而沉默寡言 时而歇斯底里 就连他现代的画和之前的画相比 绘画风格可以说是盼忧两人 在他如今的画作中 无一例外都充斥着阴郁恐怖 更是带着一种 无以复刻的死亡诡异气息 仿佛在描述着 另一个充满绝望 且惊心动魄的世界 据画家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 自己的灵魂仿佛离开了肉体 并来到了另一个诡异的空间 地狱 还在里面迷茫徘徊了很久 也将其中的花明 永远地留在了自己闹中 于是他便下定决心 用绘画描绘出 自己在那个世界中 目睹的一切绝望 希望借此来精醒试验 其中游浮花的身上 竟有五个指甲 遍地都是白骨 整个天空 弥漫着像鲜血样红的烟雾 混沌一片 犹如置身火星 让人喘不过气 那在这起事件中 花家游历的是 真实地狱的剑门吗 还是说这些 都只是他在昏迷期间 做的一场长梦呢 关于灵魂 有没有一种严谨且科学的解释呢 那就是灵魂出窍 若依照这一理论 花家的情况 极有可能是在昏迷期间 意识思维进入到了宇宙 从而接收到了一些 杂乱不同时空的讯息 因此在花家的感知系统 才会发生时空混乱的情况 简单来讲 花家所认为的地狱 实际上是由宇宙中 各种杂乱的信息碎片 所拼凑出的产物 其实灵魂并没有 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科学家可以对灵魂的物质 其构成进行研究 而这些成果也会运用到科技中 或许会有某种手段 让人在现实世界 和灵魂世界中自由穿梭 进而让人类不如更快发展 让整体上升到另一高度 若将来真有这么一天 或许人们将不会再有害怕 或留恋任何东西 毕竟肉体的终结 意味着灵魂世界的重生 到那时 人们一定会变得非常疯狂 未来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我们无法想象 因为生命 本就是一个不断死亡的过程 当我们了解它后 便不会再畏惧死亡 但相同的是 无人知道死亡后会发生什么 毕竟生命的尽头 始终是我们人类 无法触及的领域